大家好我是熊哥 来介绍这个14-1 Blakeball在底边比较靠近科兴 体度这样子 那你不方便做潜水来直接带开 那你不妨可以考虑 大约三十几度脚到五六十度都可以用 那你判断一下这个分离角 那如果说角度不大的话 你就不能下右塞 他直接转过去 那像这种角度 然后这颗球对应中间 或者是靠这边一点 都还可以下右塞 打中集团球 你要推开的效果要出来 撞到他之后 集团球往前跑 右塞到那边反应出来 活路一条 今天示范这个角度 你右塞 他碰到那边 他一定会有一点 反应的效果 当然还要在第二次带开 12号 这球我出去的时候 手去卡到了 手去卡到了 没关系 9号 这个分离角直接带也可以 分离角刚好直接推杆 还蛮好打 母球也安全 留7号 刚下一盘的 BREAKBALL 调整一下 力量轻了一点点 调整的不好 7号 2号刚好能过吗 简单 2号不能过就是打8号 ' 1号 ' 太多了 弹太多了 推杆 直球的话就轻轻点一下 那这推杆就推一个焦度好 距离稍微远 但是可以盖开 所以在连接球是底边 在这个区块的话 角度大 像刚刚45度角度 可以下右再推杆 然后旋转直要出来 碰到这边之后 有推杆的效果 因为敲的比较薄 它有一点点推杆效果 然后碰到这里 没有碰这里 碰这里左右 只要碰这里附近 或者这里 下右晒它会出来 母球不会卡死 好 今天介绍 这一个带开的球形 提供大家参考 好 那特别要注意 14颗球一定要排进 不然的话就好像 那一波 有空间的话 抵消掉 球炸不开 球带不开 好 保重 平安 大家好 我是Ilay 大家好 我是Yoyo 喜欢熊哥的朋友们 可以帮我们按赞分享哦 拜拜 拜拜 拜拜